影音新闻综合报导,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Instagram,而在决定账号上,大家也基本上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。 阿星闲来无事,研究了Instagram上的各种账号净发现规则,因此他将这些规则大致地整理了一下,统计出总共六种规则。 1. 英文数字型 这种是最常见的方式,通常是用自己的英文名字加上生日、电话号码、学号等等与自己相关的数字,这种人通常年龄较轻,比较不在意私人资讯的透露。 2. 纯英文型 这种方式则是第二大宗,这种人的年龄比第一种人还要大一点,开始比较建议在网路上透露私人资讯,因此账号只使用全英文。 3. 迷媚型 这种的账号组成就统一跟二,只是英文与数字通常都与他们的偶像相关,头像与账号内的照片都是偶像相关,如果想认识同号,找这种账号的人准没错。 4. 兴趣型 这种通常都是商家的账号,常见的有eating、shopping等等,代表这家商店是在做什么相关的,如果是个人就是代表这个人平常关注的东西,兴趣等等。 5. 变形型 这里的变形指的就是英文字的变形,例如这个人本来想打dog,但发现有人用了,就可能会改成dog。 把英文单字中的某一个字重复,以避开其他账号。 6. 乱码型 这个账号类型是最少见,也最神秘的,看起来就是一串像是假账号的乱码,有可能是这个人真的是键盘按照某种顺序打过去,或者是用英文键盘打中文的某个单字或句子。 看完了上面总结的账号,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感呢? 其实这个账号取名规则也可以套用到其他的社群平台,但是知道这种事之后到底要干嘛呀?